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辅助本土社会 但西方援助所附带的条件 恰恰要求受援国降低关税 拆分国企 开放市场 其结果就是本土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 形成了对于外部援助的严重意外 最终在现代化进程 终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落后的现实被永久性币固定了下来 在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不用多说 人人都明白 西方很明白 所以他们无意改变目前这种大张旗鼓的增加善款 幸灾乐祸的拉大差距的对非援助模式 而中国也很明白 所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主席向着全世界宣称 13亿多 中国人民始终同12亿多 非洲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始终尊重非洲 热爱非洲 支持非洲 坚持做到五步 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干涉非洲内政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再对非援助中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再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再处理非洲事务 时做到这五步 他说 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 可以说 无不 三好和大团结 每一个都是有针对性的说的 中国与非洲的紧密合作 正是在落后这个问题上 形成了命运与共的关系 开始时时差不多的落后 后来是中国率先赶超 成功现在又反过来帮助非洲摆脱落后 所以 只看到贫穷 看不出中国对非援助 与西方对非援助两者之间的差异 而一旦着眼于落后 即可看出两者之间 实际上是南辕北辙 同属落后国家的时期说一个国家落后 或一种文明 一种文化落后 这是一个很晚近的观念 要满足多个假定条件才能成立 首先要相信有一种文明是公认的模范 然后要相信所有其他文明最终都要向模范文明转型 于是模范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就有了转型过程上的差距 最后还要相信模范文明引领其他文明的转型过程是一种使命 而其他文明努力改变自己 推动转型的发生则成为了一种任务 所谓落后 指的就是在上述这一整套观念当中 因为对差距的认识和对任务的认识而形成的一个派生观念 中国与非洲各国相距万里 山不相连 水不相接 但是却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同属落后国家甚至落后文明 这完全是由于西方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历史事件 完全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 因为只是在西方世界帝国崛起和建立的这几百年里 才有了模范文明的观念 也才有了现代化转型的观念 百种人的负担和百种人的失明的观念 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观念 也才有了先进和落后的观念 实话说 没有这种观念的人们是幸运的 在先进和落后的观念出现之前的大部分 历史时期 中国与非洲大陆沿着各自的文明发展历程四行演化着 没有因落后这一危机意识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 也没有因追赶这一繁重任务而产生的急迫和紧张 有战乱 有饥荒 有压迫和反抗 但都是自身文明孤岛 中的自然故事 定没有亡国灭种或被开除求疾之余 但西方世界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1884年到1885年的博连会议 西方列强 确立了针对非洲的瓜分规则 到一战前夕 除了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几个地区 整个非洲大陆被分成了分数不同列强的殖民地 按原计划 非洲第二或大陆籍殖民地2.0不是别处 正是当时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 1900年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 列强铸大清国的攻势都陆续换成了援助非洲 富有瓜分殖民地经验的非洲通 因为原来的中国通没用了 我瓜分你与你本人无关的强者逻辑要发生作用了 这个时期 可以说是中国与非洲命运与共 这一特殊关系的历史起点 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全球规模的殖民征服计划 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建立的帝国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 中非两个相距万里 从未有过真正的交往的大陆 无论如何成不了同一条命运之洲上的那凶难地 但是 成也世界帝国 败也世界帝国 1914年一战爆发 1939年二战爆发 列强们的对外征服战争 变成了列强们之间的争霸战争 客观上讲 20世纪的上半叶是西方世界 帝国全球大叶的一个灾难 原本大有希望的帝国建立进程完全被打乱了 等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 1950年代 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一个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政治联盟逐渐出现 理论上讲 西方世界帝国长达几百年的上升运势就结束了 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开始了 由瓦尔赫拉里人类显史 中的帝国循环 表1955年的万龙会议 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他宣告了被压迫者的联合和互助 与历史上所有帝国的周期律一样 一个起源于被压迫者并通过向压迫者学习增强力量 而最终推翻压迫者的周期性过程 终于开始了 周恩来在万龙会议上 那是最困难的时期 1956年 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同年苏伊士银河战争爆发 为支持埃及 中国向埃及无偿援助2000万瑞士法郎 以及10万元人民币医药物资 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战争 中国又向阿尔及利亚无偿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 人民币的物资 军火和线会援助 1958年几内亚遭到法国经济封锁 中国在和几内亚还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 就无偿援助了该国1500吨大米 据统计 1960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0.576亿美元 其中非洲国家0.25亿美元 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1.672亿美元 非洲国家为0.392亿美元 1963年在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下降为0.904亿美元的情况下 对非援助却增加到了0.74亿美元 为雪梅 冷战后中美对非援助比较研究 2013批评者 当然有理由就当时的中国是否应该开展对外援助 以及人助的力度等问题进行质疑 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所能把握的 甚至也不是只从国家利益出发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所能涵盖的 放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上 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面向 但无论如何 站在今天的中非合作现状 以及重大意义上回顾的看 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代领导人在半个世纪前所打下的基础 无论如何 和平价也不过高 因为没有那个起点 被压迫者的联合以及历史周期的交替 还不知道从何时才能开始 历史性的大转移中非合作论坛 2018北京峰会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主席在今天下午的主旨演讲中说 历史有其规律和逻辑 中非双方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 在过去的岁月里同心同向 守望相助 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 看懂了1884年的柏林和1900年的北京 再看懂了1955年的万龙和2018年今天的北京 也就看懂了为什么中非山水不相连 却建立了真正命运与共的深厚关系 这其中的道理 本文为观察者往封门社区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HTTPS User Dwanka Sima Content Idea等于36859Pate等于0 打赚 HTTPS